在我们常规的认知中 把图文编排的漂亮得体的工作 就是我们所说的排版了 就像杂志、单张和各种电子页面 由于图文编排设计的工作内容很广泛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有关排版的各种名字 其实,这样的工作内容有一个更准确的专业名字 叫 Editorial Design 中文直译就是编辑设计 但是,更多人较为通俗地称之为排版 无论是叫编辑设计还是排版 要处理的内容就是文字和图片 文字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三个内容 大小 距离 颜色 大小 表示字的大小的国际单位叫做棒 又或者叫点 数字越大 字就越大 我们常见的中文杂志 报纸的内文一般就是使用九棒字 对于汉字还有另外一个字的大小单位 字号也叫字集 字号有九个等级 初号、一号、二号、一直到八号 号数越大 字越小 为了增加选择 一些字的等级之间又增加了一些字号 比如小一号、小二号 每一个字号都能换算成棒 但是每一棒就未必能换成字号 因为棒能用于十分细微的字的大小变化 而字号并没有这么细致的等级分类 另外 还必须注意排版后的实际效果 比如在电脑中看 字的大小可能刚好 但答应出来就小得无法阅读 为了避免这种大小的失误 我们在排版时 就必须对照印有各种实际大小效果的字表 距离 包括字距、行距和断距 字距 汉字的字距就是两个汉字之间的距离 而西文的字距就有三个基本概念 边空 每个西文字母的左右都需要空出一部分 否则字母就会紧挨在一起 空出的这部分位置就叫边空 字间距 字母之间的统一均匀的距离 字偶距 不同的字母按统一的字间距调整后 仍然会显得太紧或者太疏 这样就要针对两个特定字母进行放宽 或者缩窄的处理 所调整的距离就叫字偶距 另外 西文的一个词包含多个字母 所以还需要注意词距 简单来说就是词距要比字距大一点 行距 无论汉字还是西文 行距都是指一行文字的底部 到另一行文字的顶部的距离 行距的大小可以根据版面的需求调整 但无论横排还是竖排 或是哪种版面 行距都应该比字距要大 尤其是汉字内容 否则就会造成阅读困难 断句 多行文字最终会汇聚成断 犹如页面中呈现的不同色块 为了整体的可读性 我们应该确保断句大于行距 字的各种距离影响着读者的阅读速度和效果 酸距离并没有固定的设定模式 但我们至少要能做到 断句大于行距 行距大于字句 颜色 字和背景的色彩搭配 不仅影响设计风格 还影响着可读性 黑和白是文字和背景最普遍的色彩搭配 如果背景和文字的明度差异低于30% 就可能影响可读性 当然 使用高反差的明度和颜色能增加可读性 但是也有可能影响整体设计效果 所以需要多做尝试 不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图片 用于排版的图片有两种 矢量图和位图 矢量图的通用性广 能按照版面的需求 随意放大 缩小 是很好用的排版素材 位图的画面细腻 是排版常用的图片素材 但是图片并不能随意放大 因为放大超出位图的像素 图片就会呈现马赛克般的模糊 因此 在排版前就必须确定 位图像素是否足够 比如印刷物的图片 像素不能低于300TBI 电子显示图片 像素不能低于72TBI 但无论是哪种图片 只要不是自主创作的 都必须注意版权的问题 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当有了这些文字和图片资料 我们就能拍出各种各样的版面了 排版有些基本内容 你需要知道 阅读和理解 是排版中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不理解内容 就很难选择排布内容的方式 甚至会造成错误 有时 我们发现不理解内容也能排版 但这样 其实只是把内容 摆得好看一点而已 并不是真正帮助读者 理解内容的好排版 断句 当你理解了内容后 就要从读者的角度 看看句子断句是否准确 如果一个句子的词语 在意思或者语法没完整的地方断开 在另起一行街上 就会影响读者的思路 从而影响阅读速度 所以我们需要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 做出最合理的断句 改善读者的阅读感受 基本规范 排版中也有不少固定的规范 需要我们注意 这里举几个最常遇到的例子 表示结束的符号 好像顿号 逗号 句号的 不能出现在一行的开头 表示开始的符号 比如前引号 前括号 前书名号的 不能出现在一行的结尾 中文半角和西文 点号后加一个空格 如逗号 句号等 括号 引号的前后加空格 新闻小说 报告等长篇读物 一般用罗马正题 因为字体的衬线方向 会让读者阅读更舒适 如果文中有需要强调的词语 或者外来语 就要用写体 不可以改成大写 或者加引号 对齐 整齐的版面 无疑可以提高读者的阅读速度 同时也会带来 一种理性的版面美感 所以我们必须注意 文字的对齐 图片的对齐 图文之间的对齐 为了实现更理想的 整齐画一的排版 有一种叫做 网格系统的方法 是指把二维平面 划分为多个单元网格 再把文字和图片内容 按照一定的逻辑 偏排进各单元格之中 八格 二十格 和三十二格 是最常用的网格 节奏 文字犹如说话 可以了无声趣 也可以引人入胜 版面的节奏 在其中有着关键的作用 让我们想象一下音乐 太有规律 或太跳跃的节奏 都容易让人感到厌烦 所以我们要在 统一和变化中取得平衡 最起码 不要将同一个版面样式 反复使用 也不要硬凑不同的版面 在协调版面节奏中 有一个重要的操作 留白 留白的空间 就像说话的停顿 可以调节读者阅读的速度 让阅读更有效率 更舒适 当然 美观和创意 是排版追求的 一个重要目标 因为这是读者 第一眼看到的结果 但我们不应该 把它们作为 排版的唯一目标 因为美观和创意 受着时代审美 和个人主观判断的影响 简单说 就是你觉得好看的 别人不一定觉得好看 而好版面中 帮助读者准确 快速读取信息的功能 无论在哪种版面中 都是非常必要的